2014年1月5号,北京一个叫小豪的五岁男孩在毫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死亡了。 医生经过诊断,确认他死亡的原因竟然是雅硝酸炎中毒。 检测的结果发现孩子的血液以及胃内容物存在雅硝酸炎。 小豪身体里的雅硝酸炎到底从哪里来的呢? 小豪的父母强忍悲伤,回忆了小豪死前12个小时的生活。 据说那天刚好是周末,小豪没有去幼儿园,而是一直由家人陪着玩耍。 小豪的父母确认,这期间小豪都是跟家人一起正常吃饭,没有乱吃过什么东西。 但是到了晚上,小豪玩得太累了,不想吃晚饭,只喝了一瓶饮料,就上床睡觉了。 而也就是在他入睡之后不久,突然就出现了严重的中毒反应。 回忆到这儿,小豪的父母就开始怀疑小豪喝的那瓶饮料可能有问题。 正好家里头还剩了两瓶同样的饮料,小豪的父母就赶紧拿去化验了。 于是,一个让小豪父母如雷轰顶的结果出现了,这个饮料里面果然还有大量的亚硝酸盐。 说到这里呢,大家一定会冒出很多疑问,饮料里面怎么会有亚硝酸盐呢? 难道是有人丧心病狂,竟然要加害一个五岁多的孩子? 小豪的父母当时也是不敢相信,他们随后就回忆了一下这几瓶饮料的来历。 事情是这样的,小豪的父母是做废品收购生意的,平时有个李大娘经常到他们这儿来卖废品。 一来二去的,李大娘就跟小豪一家很熟悉了。 事发的这天中午,李大娘又来卖废品了,临走的时候,李大娘突然热情的拿出了三瓶饮料,说是人家送给她的,让小豪的父母收下。 小豪的父母出于对李大娘的信任高高兴兴的,这就收下了,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,李大娘给的饮料里的竟然会有毒,而且最终还夺走了他们儿子的生命。 当时小豪的父母是怎么都想不通啊,我们家跟你李大娘无冤无仇的,你干嘛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? 后来气愤的小豪父母立刻就报了警,而且带着警察就去找了李大娘。 可是一到李大娘家里的,他们却听说了一个惊人的消息。 原来李大娘也因为中毒,已经被送往医院抢救了,只是她比小豪幸运,最终被救了回来。 我说这是哪儿了,我刚醒过来,你这个护士关了医生说,老太太,这是七二一医院,她说你真幸运,但用不了二十分钟就完了。 李大娘竟然也中毒了,而且中毒的原因跟小豪一模一样,也是因为喝了还有大量亚硝酸盐的饮料。 面对这样一个情况的民警判断,李大娘很可能并不知道饮料里头还有剧毒,她没准也是个被害者。 那说到这儿呢,一个新的问题就出现了,李大娘的这个饮料到底从哪儿来的呢? 据小豪的父母回忆说,李大娘曾经说饮料是别人送给她的,那这个送饮料的人又会是谁呢? 后来民警就询问李大娘,没想到李大娘却给出了一个让人有些目瞪口呆的答案,她说那饮料其实不是别人送的,那她到底是哪儿来的呢? 李大娘有些难为情的说,那其实是我捡垃圾的时候,从垃圾堆里头捡来的。 李大娘是个节俭的人,她说自个儿当时看了一下,这饮料包装得好好的,都没拆封,心说扔了多可惜啊,不如带回家自个儿喝吧。 就这样,她把这饮料就捡回了家,后来呢,李大娘去卖肺饼的时候,又顺手送了三瓶给小豪家,当时小豪父母还问她呢,说大娘您这饮料哪儿来的呀? 别人送你的,哎呀,李大娘哪儿好意思说实话呀,就含乎其词的嗯了一声,就这样,小豪的父母毫不戒心的就把饮料收下来了,而后来悲剧也就因此发生了。 事后,当李大娘知道小豪去世的消息之后,她也是震惊不已,追回莫及啊。 李大娘的这番回忆,让警察也是大感意外,为了证实她的说法,警察就按照李大娘所说的这个时间和地点,调取了小区的监控录像进行查看。 监控显示,2014年1月5号中午11点50分左右,李大娘骑着三轮车来到了这个小区,然后就开始捡食垃圾,并且放入三轮车里头。 6分钟之后,很明显看到,李大娘确实捡到了一箱饮料。 这么看来呢,李大娘没撒谎,饮料还真的是她捡来的,但是捡来的饮料里头怎么会有毒呢? 要解开这个谜团,就得查明白到底是谁扔的这箱饮料。 警方继续往回看监控,终于有了重大发现。 原来,就在李大娘捡饮料的8分钟之前,有一个穿红外套的女士从某个单元楼里头出来了,她手里头拿着一箱饮料,然后直接就扔进了垃圾箱里。 警方随后就立刻根据这套线索找到了这个穿红外套的女士。 原来这名女士呢,她姓周,今年43岁,她扔的那箱饮料是哪来的呀? 周女士说那饮料是她儿子买的,放在架上没人吃,所以打扫卫生的时候,她就顺手给扔了。 后来周女士听说饮料里头有毒,也是大师已经说不知道有这回事,于是警方又去找了买饮料的人,也就是周女士的儿子吴小军。 来介绍一下,吴小军,18岁,北京人,当时呢还在北京一所职业学院里头读书呢。 这样的一个年轻人,他会在这件事情当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? 当警方询问他的时候,一个让人震惊的情况发生了。 吴小军竟然承认说,饮料是他买的,没错,而且也正是他在饮料里头加入了亚乔酸盐。 由于未来出席łu封为comm栏的 Essay Is Now 这样推广方法明显。 与左边组优独播剧场——将军独播剧场——今才几个散播剧场——